字幕提供 老師 我們其實會看到很多 比如說朋友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帶著小孩 喔 對 然後他們就 這天翻地覆 他們就是很明顯 對 然後叫他乖乖做他也不做 叫他吃他也不吃 還給你亂搞這樣 對 然後跑來跑去 我在旁邊看到我都會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怪說 哎呀 這父母怎麼教小孩的 沒有啦 我沒有這樣子說啦 可是很多人會這樣講 對 很多人會說 哎呀 你這個孩子會這樣子 一定是父母沒要求好 要不然是婆婆就這樣說是不是 對 父母沒教好 父母沒有要求 喔 壓力好大 有一次我去坐郵輪 坐在我前一排的那個人喔 那個小孩子啊 我一看他的那個臉 那個眼睛喔 一看就一定是 時辰上官很旺的小孩 看臉就可以看得出八字怎樣 聰明伶俐 靈活 眼神非常靈活 麥克華斯基 而且好奇心很強 喔 那這種通常就是時辰上官 比較旺的小孩 我當時就問了他一句 他是不是回頭 然後就是這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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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他玩啦 玩一玩之後我就確定 這孩子一定時辰上官很旺 我就問了他一句話 嗯 你是不是吃飯都不乖乖吃 他說 欸 叔叔你也知道 對 然後父母也說 你怎麼知道 哈哈哈 因為食神 為什麼叫食神 為什麼叫食神 跟吃有關嘛 然後呢 他就… 味覺特別靈敏啊 這種孩子他不是不吃 他是不好吃 他不吃 所以是食神 因為他是食神 所以對食物就很挑剔 沒錯 蛤 原來是爸媽的菜 中的太難吃 哈哈哈 很挑食 很挑食 然後呢 甚至有一種格局叫從而隔 從而隔 而就是食神的意思 他滿局都是食神 從而隔 我看過這種小孩子喔 他挑食到什麼程度 從一出生就是這樣喔 吃東西每次都吃不多 這一餐吃過的東西 下一餐絕對不再吃 是 然後吃過了之後 沒吃完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再熱一下給他吃 對不起 不吃了 很難搞 好難伺候 他每天做菜都一樣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就會用我們自己眼光去觀察別人 我們會說小孩子挑食 那一定是父母沒教好 小孩子跑來跑去不乖 一定也是父母沒教好 對 其實有時候父母還真的還滿無能為力的 因為小孩子的天性就是這樣 有些孩子你不用管他 你順其自然 他就會在該表現好地方 就乖乖坐在那這樣 但是有孩子他就不是這樣 對 而且食神他有個很大特色叫做叛逆 不服管 有自己的想法 食神他本身就是克制觀煞 食神旺的人 他遇到觀煞 他就會去克他 如果食神很旺 觀煞出來一點點力量 他就小小的克他一下 那就是小小的叛逆 OK 觀煞越旺 他就克得越厲害 這時候叫做衝突 所以遇到這種小孩子 你怎麼辦 你絕對不能用觀煞去克他 拿觀煞出來你就跟他對戰 那要拿什麼去對付他 這時候我們正拿 印來制食神 印他天生就是克食神的 所以要找他們同學當中印旺的小孩子 跟他一起 我會這樣解釋啦 父母先要有愛心有耐心 印就是愛心跟耐心 照顧 對 印也是包容 印 所以你對孩子越包容 越聽他講話 越站在他的同理心去想事情 他會越聽你的話 跟孩子當朋友 不要跟他當敵人 唉 說得容易啊 唉 做起來很難啊 天下 而且這種小朋友他可能也很會撒嬌 他啥叫做嘴巴又好甜 對 媽媽你好漂亮什麼什麼的 對 叔叔伯伯阿姨啊 很會叫 而且這種 所以我們就說這種叫做 天使與惡魔的綜合體 又愛又恨 對 而且這種人他想像力豐富 表達能力很豐富 就像我們小時候參加畫畫比賽 寫生比賽 我們去壁壇寫生比賽 你有去過 然後我們怎麼畫 我們是不是看到巧就畫巧 看到可就畫歌 寫生不是這樣嗎 就有人啊 裡面就畫一隻很大的魚跳出來 他想像出來的 他就得獎了 真的嗎 對 就是我弟弟了 我沒得名耶 對 就是因為妳 我懷恨在心一直到現在 因為妳沒畫那隻魚跳出來 我畫得超讚的 我覺得自己覺得很像 妳畫得超讚的 很像 但是他畫得很活潑 所以差別就在這裡了 對 輸得甘願了吧 甘願了甘願了 其實啊 評審老師也是有不同的個性 有些評審老師他重視規律性 有些評審老師他重視創意 那這種人他在創意方面就特別強 石神他是很聰明很聰明的 就像我之前講過的何優君 他也是屬於石神跟上官非常旺 中國最強大腦 所以呢 妳說叛逆歸叛逆 可是他們又夠聰明 所以他們如果要念書 所以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樣也是可以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要做的話一定會達成 沒有錯 可是老師妳之前就說 硬他是聰明 然後妳現在也說石神是聰明 那到底硬旺跟石神旺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對這兩種小孩子是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差別在哪 硬是思考 石神是動手 在八字裡面 硬是生我的東西 所以它是我的頭腦 石神是我所生的東西 所以它是我的動手 所以石神的人動手能力強 硬的人思考能力強 雖然石神的人也會思考 但是石神比較偏向於現實面 而硬比較偏向於理想面 我剛好收到了一個圖片 很有趣 清華跟南翔季校有什麼差別 兩個學校不知道 清大的校友說 他是著重於一個很大的理想 但是南翔季校的校長就說 我們就是實打實的本領 對 所以一個就是石神 一個就是義 義著重於理想性跟理論性 他們大學是社會的良心 對不對 他們要去看一些 二十年後三十年後的事情 大方向大趨勢 對 但是他們或許剛出社會的時候 他們在動手能力 會輸給職業學校的學生 而職業學校強在哪邊 強在他動手能力 他可以把挖掘機開很好 他可以把服裝做很好 他可以把菜做很好 這是他的一個叫做一技之長 各有各的好處 這樣感覺食尚好像比較吃香 但是二十年後就未必了喔 因為技術會變喔 對所以說他們各有各的好處 沒有說誰對誰錯 但是這兩者都是很聰明的 而這種聰明小孩通常是最難管的 我們只要會看到很多小時候讀書 讀最後一名的長大之後 對他反而是有頭有臉 對所以我經常會跟父母講 你不一定要把小孩子弄進名校 名校突然的畢業生 通常都是給爛的學校的學生打工的 那父母就很傷腦筋說 那他這個小孩子還是很難管 那怎麼辦耶 對啊那你要不要檢討一下你自己 蛤為什麼父母要檢討 小孩子 他已經很努力了去教他啊 對我會說一句話 一定是父母的問題 父母的問題 父母的問題 對為什麼呢 因為八字是遺傳的 對 那所以要怪自己就對了 反正不是你這樣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是這樣 或者是你兩個中間的 食神相關都不強 但是你兩個加起來變得很強 通通遺傳給他了 所以有時候會看說 小孩子什麼三分鐘六度 這種食神旺的 對其實你自己也是 對你看小孩子的活潑愛玩 你自己的想法 應該也不是熟就死板 對 只是程度上會有差異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各位父母的 就是說 對小孩子的教育要怎麼樣 有耐心 多包容 零財失教 對 當孩子不好管的時候 會怎麼樣 想想看自己 喔想想自己 是不是也很難管 對不要馬上就發火這樣 你看小孩子很愛不到花錢 那代表什麼 檢討自己 是不是很愛花錢 你是不是就這樣子 我沒有沒有沒有我都花小錢 他其實孩子都花大錢 喔 希望那以後不要花太多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的觀賞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直接關注我的更新喔 那我的八字課程也歡迎大家來學習 謝謝大家 掰掰 對 叔叔你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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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叔 叔叔